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人到中年,才知道身体到底有多脆弱 身体的零件好像都生锈了 上楼梯,膝盖咔咔响 风一吹就头疼脑热,怕冷还怕热 稍微吃点凉的就拉肚子,肠胃不舒服 夏天都到了,还捂着后外套 事实上,无论你是否迈入中年 都应该从现在开始养生 让身体变得强壮,让身体延缓衰老 中老年人和年轻人不一样 年轻人应该多补充丰富的蛋白质 肉、蛋、奶、蔬菜、水果 但是中老年人不能吃的食物太多 比如五花肉肥腻 摄入过多容易得脂肪肝 西瓜、利尿排毒,但是含性很大 糖分也多 脾胃相对虚弱的中老年人就不能吃太多 应该选相对温和的水果 最好是润肠通便的水果 比如香蕉和苹果 今天盘点一下最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食物排行榜 发现这六种食物对中老年人非常有好处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第六名 牛奶 建议高钙脱脂无糖牛奶加煮热 上了年纪 老人的钙吸收往往不足 年轻人的身体因为年轻和大量的运动 所以很容易就能吸收 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很容易饿的原因 中老年人的钙吸收率相比年轻人会大打折扣 有可能吃了很多含钙高的食物 但是吸收量不足5% 剩下的95%都代谢掉了 但是钙含量不足 中老年人的骨头就显得非常脆 我们经常能在新闻里看到 只是轻轻地摔了一跤就骨折了 而上了年纪之后 大多都会有一点点肥胖和高血脂 如果牛奶中脂肪的含量很高 就容易引起中老年人体内的血脂不平衡 这样一来 反而喝牛奶就力大于弊了 而且有些中老年人年轻时没有喝牛奶的习惯 在年迈的时候肠道本身就脆弱 因此家人特意买的高品质牛奶 却变成了有毒的牛奶 一喝就拉肚子 也就是我们说的乳糖不耐瘦 有这种情况的可以试一下把牛奶加热 这里的瘦肉指的是猪牛羊红肉和鸡鸭等白肉 中老年人吃肉一定要吃瘦的 既能保证丰富的蛋白质 还能减少脂肪的摄入和胆固醇增高 肥肉等高飘零的食物容易引发痛风 因此中老年人尽量先吃鸡鸭等白肉 再吃猪牛羊等红肉 农家炖鸡 食材 三黄鸡 香菇 大葱 紫茄子 生姜 八角 花椒 红干椒 香叶 桂皮 调料 料酒 生抽 冬谷酱油 食盐 白糖 胡椒粉 香油 冰糖 一 准备三黄鸡一只 从中间切开 去掉鸡肺 鸡油 和腔上囊 再分别斩成小块 放入盘中 紫茄子 一个去掉根部 先一切六半 再切成小块 放入盆中备用 二 香菇三个去掉根部 从中间切开 和茄子放在一起 青椒一个切成滚刀块 放入小盆中 大葱半根切成麻片 生姜一块切成姜片 一起放入小盆中 三 再放入八角两粒 花椒几粒 香叶三片 红干椒几粒 桂皮一小块备用 干粉条一小把 放入小盆中备用 四 起锅烧水 凉水下入鸡块 加入少许料酒去腥 用勺子翻动几下 使鸡块受热均匀 水开后撇去浮沫 焯水两分钟左右 捞出控水 五 另起锅 添入少许食用油 放入冰糖10克 用勺子轻轻敲碎 快速搅拌 把冰糖从白色 炒至黄褐色时离火 倒入鸡块 快速翻炒片刻 把鸡块裹匀糖色 倒入葱姜和大料 淋入少许明油 开小火煸炒 炒出香味 六 添入适量的清水 以慢煮鸡块为仪 加入料酒15克去腥 生抽20克调味 冬古酱油10克 食盐2克 白糖1克提鲜 胡椒粉1克 搅拌化开 盖上锅盖 改成小火 炖15分钟 使鸡肉慢慢入味 七 15分钟过后 剪出葱姜和大料 以免影响口感 再倒入茄子和香菇 翻炒均匀 继续炖5分钟 八 五分钟过后 掀开锅盖 下入粉条 煮一分钟左右 加入鸡粉1克 味精1克 老抽几滴调色 翻炒化开调料 九 下入青椒 翻炒几下 煮30秒后关火 淋入少许香油 装入汤盆中 最后再放上少许香菜点缀 即可上桌食用 第四名 鸡蛋 一个鸡蛋或者半个 鸡蛋的营养价值很高 含有丰富的卵磷脂 但是中老年人并不适合多吃 因为鸡蛋的胆固醇太高 吃太多反而对身体不好 中老年人尽量吃白水煮蛋 不要吃茶叶蛋等重口味 高油盐的蛋类 本身高脂肪 高胆固醇的朋友 可以将一个鸡蛋分两天吃 以保证营养的健康摄入 第三名 豆芽 豆腐等豆制品 中老年人喝豆浆 豆腐脑比牛奶好 豆浆 豆腐脑的价格 不但比牛奶便宜 而且不含胆固醇 吃豆制品比吃肉强 肉类中所含的胆固醇 脂肪 而且不好咀嚼 不易消化 豆腐 豆腐肝等 同样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中老年人牙齿不好 吃这个很好咀嚼 肉末豆腐蒸鸡蛋 一 准备一个小盆 打入两个鸡蛋 加入食盐一克 入底味 加入料酒两克 去腥 再加入适量清水 鸡蛋与清水的比例是1比1.5 然后用筷子搅散备用 二 老豆腐一小块 切成豆腐丁 放入大碗中 把鸡蛋液倒入漏勺中 滤出泡沫 这样可以使蒸出来的鸡蛋光滑细腻 蒸锅中提前烧水 水开后放入鸡蛋和豆腐 盖上锅盖 大火蒸12分钟 三 五花肉一两 剁成肉末 放入小盆里备用 生姜一小块 切成姜末 大葱半根 切成葱花 一起放入盆中 四 炒锅烧热 添入食用油 倒入肉末 快速翻炒几下 炒至肉末变色 倒入葱姜末 加入蚝油3克 搅拌化开 添入适量清水 加入生抽5克 鸡粉1克 13香1克 搅拌化开调料 勾入少许水淀粉 再淋入香油2克 搅匀即可关火 五 时间到了 取出蒸好的鸡蛋豆腐 浇上刚才炒好的肉末 再撒上葱花点缀 美味即成 第二名 鱼 中老年人最适合吃鱼肉 鱼肉高蛋白 低脂肪 而且容易吸收 中老年人肠胃脆弱 要吃容易消化的肉类 吃鱼不会引起血脂 高血压等疾病 因此中老年人能够放心食用 豆豉 五昌鱼 一 准备摘洗干净的五昌鱼一条 在两面打上菱形花刀 放入盆中 加入一勺食盐增加底味 少许料酒去腥 用手涂抹均匀 腌制十分钟 二 生姜一块切成姜粒 大蒜几粒拍扁切成蒜末 小葱一根切成葱花 起锅添入食用油 放入腌好的鲮鱼 改成小火 煎至一面金黄色时 翻过来煎另一面 这个过程大概要煎五分钟 煎至鲮鱼两面金黄酥脆 即可倒出控油 三 锅中添入少许底油 倒入姜蒜末爆香 加入豆瓣酱三克 翻炒化开 加入老干妈十克 翻炒几下 加入适量清水 再加入少许料酒去腥 下入五昌鱼 加入生抽五克 白糖十五克 盖上锅盖 焖五分钟 中间要不断地晃动炒锅 以免粘锅 四 时间到了 加入陈醋时刻 加入陈醋可以中和口味 软化鱼刺 开大火收汁两分钟 即可关火起锅 装入鱼盘中 再加入适量的汤汁 撒上葱花点缀 美味集成 第一名 黑米 黑米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粗粮 因为黑米 比普通米饭 更利于身体健康 它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 中老年人吃黑米 能够健脾养胃 明目和谐 还能保护心血管健康 经常吃黑米 能够让头发 变得又黑又亮 因为黑米养肾 白发多的中老年人 可以多吃黑米 红枣黑米羹 食材 红枣 黑米 水淀粉 调料 白糖 一 准备提前煮熟的黑米二粮左右 红枣一小把 鸡蛋两个备用 首先把红枣去掉枣盒 切成薄片 放入小碗中 二 把鸡蛋打入碗中 蛋黄和蛋清分离 分别放入两个碗中 在装蛋清的碗中 加入少许清水 用筷子搅匀打散 三 锅内添入适量清水 加入白糖30克左右 等水烧开后 倒入黑米和红枣 用勺子翻动几下 勾入一勺水淀粉 熬至汤汁浓郁粘稠时 起锅撤火 用勺子不停地搅动 把蛋清均匀地倒入锅中 煮开以后 即可关火起锅 装入盆中 中老年人朋友 在吃上 要比年轻人更花功夫 因为每种食物 都有自己的属性 比如本来就上火了 这时候再吃羊肉 等热性的食材 就容易火上加火 这个季节 可以煮一点绿豆汤 清热还下火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 这六种食物 希望中老年朋友们 身体健康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